昨晚起到7月5号 由上海文广演艺集团和中央芭蕾舞团连备打造的 《演艺大世界2023》中巴上海夏日演出季 将在上海大剧院上演 首先登台的是由中巴历时三年精心编创的原创舞剧《红楼梦》 这部作品今年2月在北京完成了首演 仅三个多月之后就来到上海的舞台 向上海的观众展示如何用西方的芭蕾语会来讲述中国的故事 茫茫旷野 宝玉踏上了归隐之路 她和黛玉的前世身影 将猪仙草和神鹰逝者依稀可见 沸测缠绵 从而拉开了全剧序幕 舞台前端红色的细线方格 将画面勾勒得仿佛古籍书页 其间以书法字体点缀着红楼诗句 观众仿佛穿透纸背 看着原著中的经典桥段画成一幕幕舞蹈 在成年宝玉的宁王中 昔日荣国府鼎盛在线 一众人物粉末登场 少年宝玉被众星捧月 待遇一路坐船而来 两位少年初见 唤起前世情缘 演员们用精湛的芭蕾技巧 又结合了泼妇中国古典艺运的演艺 再现了《大观园》里的经典人物 主创运用虚实结合的表现手法 梦境和现实将会在一个舞台空间里 让人感到一真一幻 正应了那句 一招入红楼终生梦不行 就是很震撼 然后演员的表现 还有音乐的一些感染力 然后演员都很让人震撼 其实《红楼梦》就是我们中国的经典 尤其是黛玉藏花那一段 让我想到了 就是红霄香段有水莲 今天当古典文学和西方艺术结合得起来 我要带大家来看一下 看一下东西方文化的一个碰撞 多维度地让他们去体现 去体会咱们中华民族文化的博大精神 而在两场《红楼梦》之后 将迎来世界著名编导约翰·诺伊梅尔 结合中国演员特制创作的芭蕾舞剧《小美铃鱼》 此前 上海文广演艺集团和中央芭蕾舞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今后三年 双方将合力打造品牌芭蕾演出季 每年的这个时候 都能让上海市民在家门口 就能欣赏到中巴的演出 其实我们每次来上海演出 上海的观众都会 特别是有一批粉丝 都会点名的 有的时候还点着我名说 那疯团 你们是不是要把奥尼金带来了 你们是不是 你们要把你们的贺魂带来了 他们都会点菜的 许多因为我们有近300部保留剧目 那么在这其中选出最经典的部分 能够到上海来给上海观众 记者周莹报道